我首先介紹一下我的工具 我的工具是用Haki LH-1000 市面上有一個叫LH-500 我覺得LH-1000會比較好力 出來的力量會爆一點 先介紹一下這部聲音 對我來說,我怎樣看這部M 其實它一定不是一部好聲的M 只不過我覺得它的粒子聲 夠適合蠍樹能多些 所以我就喜歡用這部M去玩蠍樹 原先是用下面這個CAP的10 到最後不知為何 所以就改用了MPEG的80 我發現這個效果出來其實都不錯 我現在M的配搭最主要就是這個Haki頭 讓這個80出聲 講一下Effect Effect裡面其實我最主要用了兩種Effect 一種叫做Haki的Bass Attack 我先講一下這部 這部最主要對我來說 拿的聲音就是 它會做到一些比較粗礦的線聲 其實最主要我也是拿這部聲音 包括它裡面還有一些EQ可以給我教 我最主要來說 我會喜歡拿多一點的Bass 和一些Attack的聲音 這個Effect都可以給我 另外旁邊的那一隻就是MXR那一隻D80 這一隻其實都會拿到一些亮一點的線聲 其實它兩者分別都會推出一些Attack聲音 但是MXR有什麼不同呢 MXR出來的聲音就會比較幼細 就是把你原本的Bass進去的聲音 就變得漂亮了 由漂亮的那一隻做變回粗礦型 那我就喜歡這樣配搭 所以MXR我就會放在Bass 進去MXR 跟著再去Haki 跟著才出M的聲音 那旁邊都沒有了 都是Tuner和一隻Wireless 最主要都是用這兩隻聲音 可以大家研究一下 好 跟著到Bass 大家猜猜這支是什麼牌子的Bass 對 它是Warrick來的 對 那好啦 為什麼會知道 為什麼會知道Ibanez呢 其實呢 不說了這件事 好 那我介紹一下Bass 其實Bass 最主要這支按鈕有什麼用 其實我也想介紹一下 那這個就是Warrick 它裡面有一份PM的 那這個Warrick裡面有個好處是什麼呢 拉高它 就可以大Pass 不需要用裡面的PM 接著這個 就是前後Play-Up的Balance 對 那一般來說 我就會穿上兩隻咪 對 甚少說 會用哪隻多一點 和哪隻少一點 在鐵記裡面 那如果 譬如說 可能我想 有時候會出到現場 可能一些線聲 或者中高音不夠的時間 我就會先控制了Pick-Up的前後咪 才會弄一條EQ 那我就會 主要會 開後咪片多些 因為將它的線聲和韌的聲 就會收得大些 那好啦 就是高音 和低音 好 這些 These像多 Herrenammalock Já 對我來說是沒用的 原因為什麼呢 我就會開箱全都開起來 最主要原因是 是是什麼 那其實是ほ Kent Bug鍵就負責前Pay-up,後面Bug鍵就負責後Pay-up 前Pay-up呢,Bug到最下就穿了兩條 Bug上一格就會穿前面那條 上一格就會穿後面那條 一般來說我都會穿了 我都會介紹一下這支BASE 它是有24格的 鐵紙因為我認為它太單奪 而且... 這支BASE的好處是什麼 我都想介紹一下 真的很好搖 為什麼呢? 你會看到它... 其實頭部有些傷痕的原因 就是有時... 出鬍子的時候 指通好像欠一下搶聲 就幫它補一下搶聲 他試過推倒了,出鬍子 推倒了,快搶了 對 我覺得它的質素是不錯的 第一件事真的很硬 但是我覺得它可能... 對於我來說這支BASE 其實... 坦白,我就不會覺得是好彈的 原因為什麼呢? 因為線和線之間 它的距離... 我沒有猜錯 應該只有15mm 對於我的手指比較粗 譬如拍勾線的時間 放下去的感覺就會夾手指 我覺得可能如果買BASE的時間 都要留意一下自己的手型 和手感都要留意一下 是不是哪支BASE適合自己呢? 好了,為什麼我到最後都會買它呢? 因為它的聲音真的是獨特的 可惜就沒有那麼好彈 另外我想介紹多一點點 你剛剛買的時候 你的身形會比較難買 對,我的身形會比較胖 哈哈哈哈 好了,其實我另外在鐵器裡面演出 將支BASE就會特意彈彈一點點的頸 原因為什麼呢? 其實因為我... 要營造一些大的attach聲的時間 其實我就要很大力彈的 那如果設定到比較貼頸的時間 其實就會很容易會有些貼的聲音 所以呢 會看頸的人 我按著頭尾 中間都會看到一條比較闊的隙 大概有兩至三mm左右 對啦 那就是... 怕它打力彈的時間 那條線發的時間 會駭到一些貼的位置 凝導了一些貼的聲音 對啦 那都... 沒有什麼好介紹 是很噁 真的很噁 對啦 就是這樣 那麼… 炮砰 也就是… 我相信 我們可能會有一點差距 就是沒有一些 devil 有很多東西 沒有